好,来到第二关了,这一场我会选择星期二第十场 A组的欧联分组赛事,马德尼泰会主场对多蒙特作客 我选择的赛事同样是选择入球大小的 中位数我会选择两球两球半,有这个赔率 其实是进取一点的,选择两球两球半 即是说如果真的出现两个入球,这场中入球也是赢了一半 但我觉得选择这个赛事我倾向入球很少 甚至乎没有入球也不奇怪 当然这是我个人想法,不过我就这样分析 大家可以看看目前来说的形势 在A组分组来说,暂时多蒙特三战全胜得9分 还没有失球,马德尼泰会也有6分 而这两队球队严格来说都出眼局 大家自己互拼欧霸出线席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是级数有别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季的多蒙特的防守力都相当强 基本上不要说他在分组赛未失球 他上次对你马蒂会的主场也炒了你4比0 大家可以看到 你今次回去作客的,我就看得稳固些 我也不喜欢和你太吐硬拼 我有9分,对不对? 本身自己防守力也不错 再加上大家知道 今季的马蒂会 其实在人脚方面有了变动 本身来说他们的入球能力也不是十分高 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场球大家各路一分也很合理 大家都在出线 不需要在场上太硬拼 况且你也未必一定赢得多蒙特 上次被人炒完 再看小小数据参考 虽然不是很有理数据 马蒂会近10场主场成绩开到大 其实只有三成 多蒙特10场作下成绩 都是开小偏多的 这些就是夹杂着很多联赛数据 所以我个人都觉得 不需要太参考这个数据 但是主要来说 我认为这场球 其实大家没需要踢出十成功力 马蒂会如果有差池 失去分更麻烦 所以我觉得 题外话 如果你有这场球 除了这个入球大小 叫我买下盘 我都敢买 不过这些就是说一下 我仍然都会选择 就是说 今场球 入球大小 选择这一格 希望拿出这个赔女 可以过关 都算是不错的